这是一个走一步看三步的杀手 人送外号 法外狂徒 只身来到日本黑手党的地盘 那也是毫不畏惧 只是一个呼吸的时间 两名小弟就此隐恨西北 来到会所的内部区域 这里的声色犬马到处都是 杰哥作为一名顶级杀手 自然不会被低级的趣味所迷惑 然而枪声惊动会所里的老大 就连两条恶犬也是狂吹不止 随着黑老大发出进攻指令 两条杜兵犬便朝着走廊跑去 只是没过多久就传来一阵恶犬的哀嚎声 这下黑老大就有些慌了 连忙举枪准备射击 可其中一条恶犬却跑了回来 直到黑老大看到项圈上的炸弹 弹已是为时已晚 当爆炸的烟雾逐渐消散 可是黑老大并没有因此死去 直到他看清杰哥的容貌 反倒痛骂杰哥是可耻的叛徒 这一声叛徒 意味着杰哥也是黑手党的人 那他为什么要杀了自己人呢 这也是整部电影里的精彩之处 结尾你就能明白杰哥的强大 转眼警察便赶到此处 经过在现场一阵排查 杰森发现一枚特殊的太金弹壳 这也让他猜测出凶手的身份 原来在三年前 杰森和搭档在调查 黑帮三合会的贩毒案 准备在码头来个人赃病火 不料已经有人杰族先登 并杀了不少三合会的成员 而且还对杰森大打出手 幸好搭档汤姆及时赶到 并成功击伤了对方的脸颊 只是这名杀手掉落水中后 便消失不见 事后在地上找到一枚太金弹壳 这种子弹造价高昂 只有顶级杀手才有实力使用 于是断定对方是 黑手党的杀手狂徒 然而这人牙刺必保 几天后的一个中午 他独自来到汤姆家 并以同样的位置 射伤汤姆的脸颊 随后还当着他的面 残忍地将亲女杀害 杰森听闻消息急忙赶到这里 看到汤姆的尸体被烧得不成样子 这让作为搭档的他心痛不已 随后在屋内一番寻找 同样找到一枚太金弹壳 转眼三年过去 这回再次遇到同样的弹壳 杰森便断定三次命案 都是同一人所为 而且矛头都指向了狂徒杰哥 只是现在他还有一点不清楚 杰哥原本一直是在为黑手党做事 那他为何要端了黑手党的窝 说起黑手党 这是一个日本的黑势力帮派 虽然在旧金山有着不少的业务 但黑老大柳川却是从没来过美国 一直都是由他的女儿启罗在打理 他的死对头是华裔三合会 由于竞争不过对方 便派出杀手杀了会长张力的一家老小 而且还抢劫了他的所有财富 眼下财富已经变卖得差不多 就剩一对价值不菲的金马还没出售 于是让女儿启罗前往旧金山主持大局 只是杰哥又突然端了黑手党的窝点 难不成他已经叛变了 对于叛变的杀手 三合会的张力也是心存芥笛 但他也算光明磊落 有话都说在了名处 此前已经说过 杰哥这一首说不上的背叛 才是电影里的精彩之处 看到最后你会明白他的用意 只是眼下张力又委派他干一件大事 那就是将准备出售的金马抢博回来 为此还找来敌视兄弟 他俩表面上是协助 其实是为了监督杰哥 晚上趁着黑手党运送金马 杰哥早已在高处安排好了抢劫计划 当押运车辆来到指定位置 几辆警车便拦住了货车的去路 黑手党的头目见状也是敢怒不敢言 毕竟这是在别人的地盘 只得乖乖下车配合检查 直到带队的警长来到跟前 原来他早已打点过对方 警长拿到好处费便转身离开 而杰哥则是下达行动指令 如此堂而皇之的杀人越火 让黑手党的这帮小弟死得十分憋屈 货车随后开到三合会的某处仓库 而金马也正在其中 只是杰森带领小队赶到案发现场 这里早已是空无一人 有的只是死成一排的尸体 通过对这种现状进行分析 这显然是死前遇到了执法队的检查 不然他们不会乖乖站成一排 于是断定警察内部一定有奸行 顺着管辖的警力排查 很快就找到了警长的头上 为了逼问他是受何人指使 杰森不惜违反规定使用武力 下的警长只能如实交代 原来他也是被杰哥所逼迫 不然一家老小性命不保 本想将他抓起来指认杰哥的罪证 不料刚出门就被一枪给拒杀 而开枪之人正是杰哥 还以为他会远远地躲开杰森 可他却是用电话主动约见对方 这16号仓库是三合会的地盘 而金马也正式被运送到了这里 只是当杰森急忙赶到此处 居然意外发现前来验货的张力 如果在这里找到金马 那么张力以及这帮手下都得被抓起来 随着大门被缓缓打开 只见杰哥却是独自站在仓库之中 那些货车也早已消失不见 看到这一幕张力得意的笑 因为杰哥的出现 意味着罪证早已被转移 即使警方在四处搜寻 可依旧是没有任何线索 面对近在咫尺的凶手 杰森也是无可奈何 因为他没有任何逮捕杰哥的证据 只能以不甘的口吻来宣泄内心的愤怒 随着杰森空手而归 杰哥的计划也就此得以实现 他就是要利用杰森的权威 从而实现自己对三合会做出的贡献 目的就是想打消张力的疑心 从而得到重用 然而经此一时 张力对杰哥很是满意 不光送来一箱钞票 更是送来一位绝世有物 可是杰哥对这些并不感兴趣 就是因为他这无欲无求的样子 引得张力的心腹狄老大十分嫉妒 既然狄老大如此在意自己的地位 杰哥下一步就只能拿他开刀 随后换上黑手党小弟的一身装扮 并故意激怒敌老大的弟弟敌老二 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挑衅一个人有时候不需要言语 只需动作足够嚣张就行 光从这个举动就应该给这帮小子顶赞 然而冲动就是魔鬼 领头的敌老二只知道一味的追赶 殊不知已是落入了别人的圈套 转眼他就被引诱至日本黑手党的地盘 其中小弟拿起雾棍 朝着急迟而来的骑手扑出当头一把 敌老二见黑手党如此嚣张 随即带领小弟与之交起手来 而挑衅的杰哥则是在一旁隔岸观火 眼看火后已是差不多 随即拔出手枪击杀几人 敌老二见状急忙奔逃 可最后还是没能逃脱 并被杰哥用武士刀给击杀 而这把代表黑手党身份的武器 也是他故意留下来的罪证 意图挑起哥哥敌老大的复仇之心 他来到张力面前 请求帮会替弟弟报仇 但张力眼下也是进退两难 因为洛杉矶警察在时刻盯着他 他只能劝迪老大暂时压制怒火 可是迪老大压根就听不进去 反而对张力升起了反叛之心 即便张力严禁他不要私自动手 但迪老大依旧是我行我素 击杀黑手党的看门小弟 并带领一帮兄弟突袭某会所 趁着核心骨干在包厢内聚会 迪老大在门外开启无差别无击 一番火力全开之后 不料杰森带领小队赶到此处 并将还未离开的迪老大给抓获 然而杰哥偷偷在暗中放出几枪 这让迪老大抓住时机就此逃离 只是黑手党却是把怒火撒到杰森头上 那杰森只能放开手脚交起作人 虽然迪老大被杰哥间接救走 可他却又被地理向老大张力告状 试图让迪老大丧失最后的生存之地 随后居然又来到黑手党这边表决心 看到这里可能你会很疑惑 为什么杰哥要在两个帮派间挑起争端 答案很快就能揭晓 当他返回张力这边 张力正打算要换一个安全的地方 不料迪老大却是突然出现 他埋怨张力袖手旁观 而张力却怪他擅自行动 就在张力要拔枪反击时 迪老大却是率先扣动扳机 没想到杰哥真会挑尸击 这个时候跳出来 不但轻松解决迪老大这枚妻子 顺势把张力也一并解决 罪名自然有死去的迪老大承担 然而杀了张力还不够 黑手党还要杀了张力的妻子和女儿 但这一点却是杰哥的底线 为了保住无辜的妻女 他不惜与黑手党为敌 可这一幕却是被偷偷监视的警员拍下 杰森看到警员传回的照片 这才明白了杰哥的用意 至于这个问题 杰森一时也无法猜到其中原有 这时警员却告知他一个信息 黑手党的老大柳川居然来到了旧金山 杰森随即带领小队来到柳川的地盘 表面上是警告他不要在这里胡作非为 实际上是偷偷给柳川一份情报 而这份情报就是杰哥干掉黑手党小弟的照片 这是要借柳川的手杀了杰哥 在他带着人马离开之后 杰哥果然是拎着箱子来见柳川 看着失而复得的金马 柳川很是高兴 随即拿出一个箱子 里面是一捆捆钞票 以及几张照片 看着这些照片杰哥傻了眼 对于破坏规矩之人 柳川则会毫不手软 然而杰哥也并非没留后手 当柳川拿起金马欣赏之际 他发现重量有些不对 只是轻轻一可 这才发现金马是假的 而杰哥这边也不会坐以待毙 瞅准时机便果断反击 得空后他启动一枚按钮 可是柳川却早已离开了房间 然而即使如此 他依旧被爆炸的余波给先制一旁 面对这狠辣无比的柳川 杰哥打算用武士的力量将他击溃 当柳川被打得连连后退之急 杰哥这才问他为什么要杀了汤奴的妻女 原来杰哥正是死去的汤奴 当时他正被狂徒踩在脚下 并眼睁睁看着妻女被杀 愤怒中他抓住了反击的机会 并将狂徒给顺势反杀 然而他知道下达命令的是柳川 为了能给妻女报仇 他用狂徒的尸体代替自己 营造自己死亡的假象 逃离后找到整形医生 这才变成如今的样貌 此前所做的一切 目的就是要挑起两大帮派的争斗 从而削减柳川的势力 好为死去的妻女报仇 然而柳川为了撇清关系 他不惜把杰森是内鬼的消息说了出来 回想杰森曾经说过的话 这让杰哥突然间恍然大悟 随后在杀了柳川后 他便打电话约见杰森 这是要来一个彻底的了结 但杰森却是带了一名狙击手 以防出现任何意外 可是杰哥却是留了一个心眼 他把见面的地方放在室内 这样狙击手就无法瞄准 然而两人曾经是好搭档 可是现在却成了死地 双方在经过一番打斗过后 可是谁也不能将对方击败 反倒是落得一个两败俱伤的下场 但杰哥却是故经怒声质问 直到现在杰森才发现眼前之人 居然是自己曾经的好搭档汤姆 杰森虽然是柳川的握队 但他也不知道柳川要杀杰哥亲女的事情 这下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 杰森也没了任何打斗之心 他祈求能获得杰哥的原谅 可这似乎是一个不大可能的事情 就在杰哥要开枪之际 远处的狙击手已经锁定了目标 在他要开枪时 杰森跳出来制止 虽然成功阻拦 但他却是被杰哥从背后一枪放到 最后再来说说金马的事情 这原本是张力家的祖传之物 杰哥把其中一只寄送给了张力的妻子 也算是物归原主 同时附上一张字条 上面写着重新开始的字样 而柳川的女儿也同样收到一个箱子 但里面装的却是柳川的手 并同样附上一张写有重新开始的字条 而杰哥则是带着另一只金马 开启了不一样的新生活 杰哥凭借异己之力 搞垮两个黑势力帮派 看到最后不禁让人拍张叫绝 对于这样一部半悬疑的动作片 你认为是否好看呢 根本就没有刚才帮助